習被軍頭背本 台海局勢日漸緊張 揚州警被控 網民遭跨省傳喚 習明澤過之案 牛騰宇獄中夷再受虐 出國搭Uber 錄卡直接破產 大家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 我是林思明 今是香港時間7月7日 星期五 下面是詳細的新聞報道 中共黨刊正在七一前夕 曝光習近平的亡黨危機感 接著 習就在7月6日前往中共東部戰區視察 外界關注這兩者之間的聯繫 習近平4月曾經視察主要負責南海 同時協助處理台灣問題的南部戰區 現在又來到承擔主要對台任務的東部戰區 觀察人士自然聚焦中共對台灣的野心 就在今個星期六名美國眾議員 率團抵達台灣訪問 其中外交事務委員會負責印太事務的專業幕僚 科瓦魯斯基就表示 習近平在台灣問題上已經沒有退路 因為之前中共每屆領導人都受退休的限制 所以他們可以說 雖然沒有在任期內實現統一 但已經為繼任者推進了統一的進程 但現在習近平不僅將習政權合法性建立在統一之上 他也沒有退休的政治退路可以走 他真的必須要實現統一 科瓦魯斯基跟著說 他們同時發現 習近平在考慮統一台灣的時候 越來越排除非暴力選項 所以議員對未來走向越來越擔心 在這種背景下 習趁著美國裁長耶倫在北京訪問 在一個中美緩和關係的關鍵時刻 突然視察東部戰區 並下令中共軍隊要敢於打仗 等同於再次踩遊 引發華府警惕 有觀察人士認為 中共軍心不穩 習近平反覆施壓會加快共軍的分裂 中共海軍司令部前宗教參謀 姚誠在最新的精英論壇中分析說 中共要武力攻台 負責導彈系統的火箭軍是最重要的軍力 但就是這支部隊 近期似乎有不利於習近平的動向 去年10月 美國空軍大學 中國航空航天研究所 發布一份長達255頁的報告 詳細疏離中共火箭軍的內部人士結構 以及在全國的部署情況 內容甚至具體到火箭軍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的照片、聲明 和他們彼此的關係 姚誠說自己對這份報告感到震驚 他說 因為在我的印象中 火箭軍是中共保密強度最高的單位 我當時就認為 這個消息透露出來 絕對不是衛星拍到的 而不是什麼基層人員能掌握到這麼全面的信息 我在海軍艦隊也做過 海軍司令部也做過 這種情報 是基地這個部門也沒辦法掌握的 因為他們內部有保密條例 所以我認為這個情報來自於火箭軍的機關 但是我們不知道來自哪裡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這個問題 直到最近 姚誠從過去一個朋友那裡聽說 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在開會的時候被帶走 姚誠推斷認為 李玉超的兒子在美國讀書 他被帶走可能和美國空軍大學竊物有關 這個背後的原因猜測是 一旦中共開戰 美軍首先會對最具威脅的中共火箭軍動手 所以火箭軍的官兵威戰情緒非常嚴重 超過陸海空軍 軍心不穩導致他們對習近平懷有異心 6月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資深研究員宋國成在一場座談會上曾指出 中共目前正面臨至少十大危機 包括美中進入核對抗 經濟陷入寒冬 令人窒息的全境監視社會 中央政府將出現控制社會力量崩解的現象 屆時中共隨時都可能塌當、崩潰 這是歷史的必然性 如果是這種重重危機交疊的關頭 習近平不斷表露對外開戰的意願 或會加速中共的跨台 揚州一位女網友指控派出所警察性侵 自己報案、不獲處理、反被維穩 轉犯這件事的網民 卻迅速遭到揚州警方跨省傳喚 罵名為安眠小狗的女性網民 一個星期前在微博控訴說 自己在22年1月被揚州蔣王派出所警察王健勇強姦 事後報警 但警方不止不保護他 反而被王健勇和受害人單獨相處的時間 試圖施了 又在做不錄的時候 試圖引導他說是自願發生關係 最後王健勇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警方還說 因為事發當時 安眠小狗反抗不夠激烈 沒有造成明顯外傷 沒有辦法證明性侵罪 但可以給予他經濟補償 安眠小狗今年6月27日曝光這件事之後 大批網友為他打抱不平 國內記者也嘗試採訪 第二天中共揚州紀委聲稱介入調查 但再沒有對外公佈調查進展 7月6日 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說 據一名以人身安全為由 要求匿名的媒體人透露 雖然揚州紀委聲稱要調查 但揚州警方實際的行動 是傳喚並恐嚇轉發這個消息的網民 不過今次被他們誇省恐嚇的是 原南方都市部首席記者 韓福東的姐姐 所以迅速引發媒體人的反彈 警方才放人 這名匿名媒體人透露 揚州的5個警察 直接走去福州的連江 上門將韓福東的姐姐 傳換到當地派出所 扣留了6小時 至於其他關注轉發這件事的網民的處境 外界幾乎一無所知 江蘇省一家官媒的記者 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這件事在當地很敏感 官媒從上到下會主動自我審查 大家都假裝看不見 所以當地幾乎沒有傳統媒體 關心這件事 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 個人資料外洩的惡族遺跡案 牛騰宇被扣刑為主犯並遭到重判後 近來傳出健康急速惡化的消息 牛騰宇的媽媽懷疑 由於不放棄維權 當局再以酷刑報復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7月3日 牛騰宇的媽媽 可可獲准以網絡方式會見她兒子 可可發現 過去一個月期間 牛騰宇不僅部瘦了十多斤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皮膚病 兩耳聽力也出現了問題 曾遭受酷刑的後遺症復發 獄方的解釋說是因為天氣酷熱 但是可可表示 這種說法毫無說服力 之前天氣酷熱的時候 因為國際社會關注 牛騰宇在獄中的待遇一度得到改善 當時就沒有出現過這些症狀 所以可可認為 真實原因在於她和律師傅廣東 為牛騰宇申訴 而牛騰宇在獄中再度受到虐待 可可表示 會見的時候 她兒子滿眼委屈和無奈 表示廣東將她定位成所謂的國家一號政治犯 只允許她每個月花100元 但到手只有50元 根據報導 今次和兒子網絡會面之後 可可開始遭到不明人士的滋擾 她住所的樓頂被人放置震流氣 深夜的噪音導致她心臟病發作 雖然如此 可可表示 她絕不會放棄為止申冤 美國一名女性網民日前透露 她去哥斯達尼加旅遊時乘搭Uber 因為一個小的梳乎竟然直接破產 據《每日郵報》等外媒報導 這名網民在社交媒體發短片透露 自己當時用手機叫了Uber 並選擇滾卡自動扣錢 結果猜不到因為系統沒有把貨幣類別 從美金撤回成當地的科朗 導致她直接被滾走了299,994美金 她還在網上曬出付款的截圖 並說在發現問題之後 自己立即聯繫了銀行和Uber的客服 但雙方卻互相踢皮球 銀行方說是市主自己的錯 因為她在銀行卡上做了設定 所有卡消費都自動跳過銀行的安全措施及政策 Uber客服則回應說是銀行的錯 要求這名女子自己與銀行協商 結果這名女網民一直無法獲得現金 但由於後面的行程已經預約 除消機票等可能會損失更多的錢 她也只能在無錢可用的情況下 繼續旅行到瓜地馬拉 終於在省食省用撐了4天之後 才收到了退款成功的通知 鑑於這次經驗教訓 她提醒網友出國路卡 千萬要注意貨幣內別 田北 在地雙和賀手 千萬要見 我們的科技 我們都有遇上 audible人MAN 內辯